哈囉 大家好 我是曾經華 可以看到很多好看的台灣電影 也可以看到很特別的國外的長片短片 還有一些新導演比較特別的風格的電影 它是一個無止境的像沒有成績的成績單 你永遠不知道最好的東西是什麼 永遠不知道最好的表演是什麼 只能靠自己生活上一直無限循環的累積 我覺得在你把所有的包袱 所有的別人的視線拿掉的時候 然後你不去想任何以前你發生過的事情 你的背景 像有點放空的狀態吧 我其實現在想起來我覺得最難忘的經驗是 因為做工的人然後去跟芬芬導演見面 然後那一次印象滿深刻的 因為我是一個慢手的人而且我很怕生 所以我跟第一次見面的人講話的時候 我自己都比較內向比較害羞一點 可是那次很特別就是跟芬芬導演講話 很快就把自己心房打開 可能也是因為聊劇本啦 因為那個劇本我自己非常喜歡 然後聊到最後還跟他說 我們再繼續聊下去好不好 雖然時間已經到了 我很喜歡張國榮 如果可以約他出去的話 我想找他去電影院 然後我要找他去看 我演過的其中一部電影 你有心中有想好說要去哪一間電影院嗎 任何都可以啊 那你會來爆米花給他吃嗎 會 如果他肚子餓的話 會 如果他肚子餓的話 還是敬他的話 如果他喜歡的話 我沒有想太多 我只是希望不管到 30歲 40歲 50歲 我都可以繼續有很多東西可以學 當一個一直在學習的音樂 這是我最希望變成的 我會薩克斯風 從國小開始學 學到高中嘛 原本是參加管樂團 後來開始比一些獨奏 蟲奏 我會游泳 高中的時候是一個泳校隊 然後那時候 剛五節還有去滑龍舟 我原本是把它騎的 但後來不知道怎樣 就被叫去滑 而且那時候滑到手 都騎水泡 然後之後破掉 我有時候太累的時候會夢遊 可能早上起來 原本睡在床上 就是到地板睡 然後我有聽過我姐說 我超常講夢話 而且都是講那種很兇的 不知道在兇誰那種 然後我會磨牙 我睡覺的時候會磨牙 期待精彩又有振奮人心的電影嗎 喜歡電影的你 一定要來參加台北電影節